歡迎收聽停損王第123集 現在時間是2024年8月17號下午1點 一樣齁 節目開始之前先來講一下抖內環節 首先第一位抖內給我們的是 我從最上面唸下來齁 NWB先的啦 可是上面是ZC ZC抖內台幣50塊 ZC說 損王雙周根啦 讚讚讚 那是表情符號 讚讚讚 微策略這一段真的很有趣 不過這招感覺台灣很難抄啊 台股投資人不知道買不買單 好我跟你說 雙周根真的會覺得時間過得很快 真的很快 超級快 因為好不容易才剛做完 上傳以後又要開始弄下一集 我們平均啊 搞一集Podcast 大概要花三個工作天 差不多三個工作天 快的話啦 快的話一天 像上上集好像一天就弄出來了 可是那個真的是要運氣很好 才有機會一天之內就弄出來 不管平均是要花三個工作天 你看喔 從這一點來想的話 股癌真的他媽是天才 不撿 不用搞 拉個口條 那個資訊密度 那個更新頻率 天花板 這是天花板 可能我沒有聽太多其他的台 可是如果以投資這個分類來說的話 股癌真的是天花板 不是有那種地方猛男 然後可能平常自己做得不錯 然後就出來當網紅啊 開訂閱賣App偶爾也會直播的那一種嗎 我跟你講效果差很多 我是說跟股癌比的話啦 效果真的差太多了 我覺得這種啊 Podcast 然後直播什麼的 其實真的不簡單 不是一般想像的那樣 固定一個時間 然後麥克風打開隨便講講話而已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如果是這樣做 你的節目應該會蠻無聊的 不然的話你就是要有很多很多的老本可以吃 可是我也想不到到底怎麼樣的人 有辦法有這麼多的老本可以吃 你的老本大概 你用一個禮拜兩天更新的話 應該半年之內 就可以把你的老本全部都吃光光了 不信你去看那些 有些台 他照稿念 什麼的 然後有一些 你真的撐不久啦 當然我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數據去佐證啦 我只是覺得 你如果只吃老本真的撐不久 不然的話 要不就是你平常很認真的 有在做某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可能剛好是你的工作還是什麼的 如果以上兩個你都沒有的話 至少至少你也要很用力的去感受人生 然後光是搞笑也是可以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講這一段了 就是突然想到 然後為策略那一招 上一集講的為策略 那一招台股投資人不知道買不買單的部分 就是比如說上一集講的 可乘這一種賬上現金很多的 大概可以去考慮一下買個比特幣 然後轉變成比特幣概念股 買不買單 我是覺得會 我啦我會買單 你看台灣人現在還在把板卡廠當作比特幣概念股 你去聽一些節目他們就會說 像最近比特幣走勢也不錯啊 那我們的板卡廠就有還蠻不錯的表現 你們真的很可憐 可憐到要去把顯示卡跟比特幣去做關聯 白癡都知道這個已經沒有關聯很久了 那如果說有公司買比特幣的話 在我心目中它就會是台灣最蠢的比特幣概念股 比特幣概念股我會比較相信這一種的啦 像有一間公司 之前有一個我還覺得它比較像比特幣概念股 就是有一間在做卡片的 可是後來好像也沒什麼Fu了 我說的卡片就是它可能把那張卡片上面弄個NFC功能 然後它會變成人錢包的功能這樣啊 那我自己有去買了一張好像 畢託的吧 畢託弄了一張卡 然後那個買回來之後我覺得超白癡 後來也沒什麼在用 反正就這樣啊 這一種的我還覺得比較像比特幣概念股 那如果說那間公司有買比特幣的話 那當然它在我心目中就會是最蠢的台灣比特幣概念股 但是它如果只有買一點點的話 應該會沒有什麼感覺 像特斯拉這樣買一點點 那就沒有什麼連動性 金額不算啦 是說這間公司的量體這樣比起來 它比例上如果說它買很多的話 它會比較像是MSTR在台灣的感覺 那像微策略這樣啊 整家公司都快要變成比特幣的形狀 那這樣才有 那如果說只是買個一兩億 那我就覺得還好 台灣投資人買不買單 我是覺得跟顯示卡比起來 應該是要更買單才對啦 好感謝ZC的DNAIT 來下一位NWB NWB在8月3號下午5點的時候 DNAIT台幣300塊 一樣是空白的留言 好感謝感謝DNAIT NWB愛您 好上一集節目是大概8月3號禮拜六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開盤的時間就是8月5號嘛 禮拜一開盤就是最精彩的那一天 應該算是我第一次看到台紙期貨 台紙期跌了2152點 期貨跌停在收盤之後 那個加權指數沒有跌停 但是期貨有跌停 這個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期貨跌停 我是說現場看到 現場版本第一次看到 盤面上大部分的股票幾乎都快要跌停 全部都是綠的 然後台積電也摸跌停 指數上面來看的話 它是直接跌回到三四月的那個位階 現在是8月嘛 這是禮拜一的時候 禮拜一的最低點大概是跌到這個地方 然後其實有一個更猛的我自己覺得就是禮拜二 禮拜二雖然整個大方向上面來看是反彈沒有錯 可是對我來講殺最重的是禮拜二 而且禮拜一我是沒事的 禮拜五那個崩跌我沒有事 我反而還是覺得那一天體感上面才賺了五六百點 但是禮拜一就沒那麼舒服 因為大家都跌 我的也是跌 雖然是有跌 可是大概就是把禮拜五的漲幅 然後就大概吐了一些 吐蠻多回去的 不是一些 吐蠻多回去的 可是對我來講禮拜二才是最痛的 禮拜二你看權指股的話 大概都是一個反彈的走勢 可是在貴買那一邊就比較可怕 禮拜二雖然指數是拉下影線 你看貴買 貴買直接殺超大一根 把今年全部漲幅都吃掉 你沒聽錯是今年全部的漲幅 我是說最低點 你如果說那個後面拉起來那個下影線沒有算的話 它的最低點幾乎就是把今年全部的漲幅都吃掉 貴買 這也就是我來跟你說 為什麼那一根貴買特別值得看 殺人租心禮拜二 然後在禮拜一 然後禮拜二的時候反彈 以為要下影線 結果沒錯 是有一個下影線 很長很長 指數的部分還好 貴買這個部分真的很恐怖 我也被咬到了 咬到的意思就是說 我有部位在那一天 有被殺到 然後還沒有拉下影線 就被我停損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盤的上市大概是如何 大盤是這樣的 指數呢大概從最高24300點 然後跌到19300點 5000點的跌幅 很恐怖喔 然後呢目前的狀況是V上來大概3000點 收復它的跌幅大概五分之三 那在那個時候最主要的利空是日元 carry trade 然後日元升息應該要講日元升息啦 然後那一天呢還蠻兇的 我們的股票還沒開盤之前就看到 日本那邊跌的很兇 跌到熔斷 剛剛講是主要利空 主要就是在跌這個 然後次要利空是什麼呢 是比較一些老題材啦 失業率4.3 翹起來 跟你講薩姆規則 然後巴菲特賣很多很多蘋果 也賣BSE 然後GB200的delay 大概就是這些 這是次要利空 主要利空是日元升息 好像都是已經知道的事情 只是呢在那一天 跟著日本熔斷一起引爆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 應該啦 我是這樣看的啦 好那請問大家崩盤那一天 你們在幹嘛 有沒有好好吃飯啊 有沒有受傷啊 我想知道的是你當下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當下在想什麼 我只是想問你 你有沒有錢可以抄底 在那個當下 如果你有錢的話 你有沒有抄底 還是說你在那一天挺損的 我說8月5號禮拜一那一天 今天就是想要來回顧一下 這一段下殺之後 然後再V起來的想法 我的想法 然後你看要不要 我們來對照一下 我覺得我這一次 面對那一天的期貨下殺 然後到跌停 我覺得還蠻值得記錄的 我說的記錄是 我跟你對照一下這樣而已啦 很特別的感受啦 跟我以前面臨到所有的崩盤都不太一樣 我以前的我等一下會講 我們的回顧啊 就只是回顧說 他殺下來嘛 然後再V上來 殺下來5000點 然後V上來3000點 這樣的想法而已 先不管他以後會不會再下去打一隻腳啦 先不管 反正我現在看到的就是他已經直接V轉上來 然後到22300左右了 好 這一波下殺啊 我先報告一下 我的總部位最大的回檔是10% 我是說台股喔 那美股的話 我的回檔應該有到快要15% 因為我美股的跟台股的結構比較不太一樣 我是說持倉的結構比較不太一樣 美股那邊我拿比較少的大盤ETF 我比較多現股 台股這邊我那個6208拿比較多 啊 美股的回檔其實他 S&P500他沒有回檔到這麼多 但是我的回檔有到快要15% 應該也是之前那個台積電法說之後 有一個下殺有沒有 那一波我受傷的比較重一點點 大概是這樣 反正整個來說的話 美股我的回檔有到快要15% 比台股還要多 這樣 那台股的部分呢 昨天禮拜五大漲 我差不多已經全部回血完成了 然後還稍微創高一點點 我有在Facebook poll 然後 為什麼有辦法全部回血完成 然後又稍微創高一點點 應該算是說有抄底成功啦 然後那等一下呢 我大概會講一下我抄了什麼 反正我就是有抄底成功 那但是也沒有抄很多 因為受傷不多 然後又有抄底到一部分的關係 所以呢 現在已經全部回血完成 然後又稍微創高一點點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這個回血回到沒有很快 因為他V的這麼快 可是我回血就回的比較慢 那原因當然就是因為我買的不夠多 他跌的超快 可是拉上來也拉的很急 那也是這樣半信半疑的這樣拉上來 整段呢 他這樣走上來 我說V上來這段 整段我的感覺呢 都是盤面上觀望氣氛濃厚 雖然說波動很劇烈 可能都是五六百點 最少也有三四百 那他這樣的動法 感覺上都是覺得觀望氣氛濃厚 如果你在最激烈的那一天 沒有去做抄底的話 後面你可能也不會太想抄底 你都會覺得說 這只是反彈這只是反彈 可是一反彈 就給你反彈個3000點 那也是蠻多的 抱不抱得住也蠻重要的 因為他V上來3000點是非常慢的 可是殺下來5000點超級快 那假如說我是那種全進全出 不流倉的人的話 我覺得我現在應該還是虧錢 全進全出不流倉 應該蠻多人是這樣的 可是我不是 還好呢 我是那種要跌來跌啊 我就調整好部位 然後我扛好扛慢 不管大盤氣氛怎麼樣 我都不會賣光 我是這一種的 那現在呢 大盤還沒有回錢高 但是我已經回血回碗了 對我來講 已經是非常好的成績了 以前我遇到崩盤 絕對不會是這種成績 這一輩子碰到的所有的崩盤 我從來都沒有一次 是真的有處理好的 我目前回想起來都是這個樣子 像2020年那一次崩下去 我幾乎完全沒有現金可以抄底 2020年 都要等新的現金進來 我才有辦法抄底 那2020年那一次崩下去 就疫情的時候嘛 我那個時候就只能夠看持股跌停 然後呢還要在那邊強壯鎮定 你知道跌的時候會強壯鎮定 強壯鎮定就是說 啊沒關係啊 我們再看看明天啊 啊那個這個通殺盤 大家都會受傷啊 強壯鎮定 哎呦這種盤大家都會虧錢啊這樣 那強壯鎮定之後會怎樣呢 那不是真的鎮定 因為那一天你就是跑不掉 然後在那邊自我安慰而已 在那邊自慰說啊不要緊不要緊 以為自己扛得住 結果呢後面只要繼續跌 你其實很脆弱 我那時候就這樣 比如說你有一支股票 然後呢本來就已經扛15% 你硬扛了喔 沒有跑 在那邊療傷 我意思是說扛完崩跌之後 扛完跌停之後 然後人家都崩完了 然後你大概就是虧15% 然後你硬扛不跑 在那邊強壯鎮定 結果後面的某一天 突然又給你來個小小下殺 給你殺個6% 15%再加6%變成虧21% 你整個人就會變了 你就不像崩盤那一天這麼鎮定了 你整個人就會覺得說 哎呦再多虧6%好不舒服喔 就跟崩盤那一天不一樣了 我在2060年就是有這種感覺 本來喔 康15%的虧損都覺得還好 以為自己老神在在 像不拜教主講的 我自己是老神在在 癖 以為自己老神在在喔 結果呢之後 你在那邊等回彈 你在那邊風平浪靜 在那邊等等等等 然後某一天突然給你跌個6% 真的就會受不了 我稍微描述一下 2020年那時候的心情 就是本來虧15% 然後呢已經療傷好了喔 已經在趁晚上沒有 盤沒有在動的時候 已經先幫自己療傷好了 想說之後反彈 我會慢慢的恢復 慢慢的把這15%把它長回來 然後你看喔 晚上就會有震撼教育 晚上看到美股在那邊跌到熔斷 然後看那些講股票的節目 越看越絕望 看這一台看那一台 然後看個摺摺 然後再看個家瑋老師 那時候有在看家瑋老師 好反正他就 你看看股票節目 就會越看越絕望 然後其他台都在那邊講說 這個還會再跌 然後只有摺摺在那邊凹 你不要看他之後 摺摺在那邊說 當年是誰跟你講什麼 最低點在哪裡 他教你什麼抄底 我跟你講他那個時候 就是抄底之後又再跌 然後跌了之後 他又在那邊喊抄底 當然後面也是知道 因為他一直喊抄底 所以總會被他喊到最低點 就好像有些台 他一直在那邊喊崩跌 一直喊崩跌 終於一天被他喊對 然後你就覺得他很厲害 可是那其實是因為 你平常沒有在關注他而已 不然你會看到這個人 他就是一直從一萬多點 然後在那邊喊空喊空 一直到兩萬多點還在喊空 都是這種的 那摺摺那個時候 就是在抄 後面你就是知道 他一直喊抄底 總有一天被他喊到最低點 附近 然後他之後就可以 一直在那邊吹噓說 當時是誰跟你說 八五二三點是最低點 那個就是 跟那個家瑋老師 差不多意思 家瑋老師在那邊講說 萬二放空 驕傲一輩子 萬三萬四萬五萬六 都在那邊驕傲一輩子 差不多意思 好 那那個時間呢 我說2020年 那個時候就是面臨到 虧損的部位 然後真的是在強壯鎮定 不管是自己在跟自己講話 還是在跟朋友講話 真的都是強壯鎮定 嘴巴上面都在那邊講說 讓他跌沒有關係 但是真的他在跌 你又會不舒服 你會想說 反正他就是一直跌 那我是不是先跑一下就好了 你有現金也沒有用 好你今天跑了一點點 然後手上出現了一些現金 這個時候你又只會想買那些很保守很保守的 那當時我就是呢 我已經吃15%以上的跌幅了 那我以為我自己已經扛過了 我以為我扛得住 以為自己已經減碼到舒服的水位了 可是某一天 又遇到沙盤 再給你跌個5-6% 這個時候的想法又會變成什麼 你知道嗎 開盤跌個5% 然後你就會想 欸 現在才剛跌5% 然後後面還有5%可以跑 如果我現在跑掉的話 那之後等到跌停 現在還沒有跌停嘛 那如果我如果先跑的話 我等到跌停我再 我再把它接回來 就在那邊想說 我要不要先跑一趟 還有個4-5%我先賣 等到他跌停之後我再接回來 這樣也是有賺錢啊 這樣可以少虧5%欸 我也可以賺4-5%欸 或者說少虧這樣 欸這個想法真的很邪惡 雖然說很有道理啦 但是真的很邪惡 為什麼你跑了之後 他就一定會跌到跌停 那你為什麼平常不跑 人家急殺那一天你也不跑 然後後面這種小殺 你才想跑 然後你還期望說 這個小殺 一開盤就開低了 然後你還期望說 他會崩到跌停 期待說你跑了以後 然後他又再跌 然後讓你在低點之後 再補回來 通常這個時候 都是來得及讓你跑 那你跑了之後呢 下場是什麼 我啦 我自己的下場通常都是這樣 來得及讓我跑 好我跑 我想要他跌停之後 我再把他接回來 可是我下場通常都是買不回來 就算他今天跌了5% 然後我真的有跑 然後也真的讓我跌停 然後剩下5%了 我還是不太想把他買回來 因為呢 通常看到跌停 你就會期待說 跌停以後還有再更低 那雖然說 多了這個空間的5% 你還是不想把他買回來 這就是賣了之後 那個心境上的轉變 對啦 剛賣完以後 你還蠻有機會 因為是弱勢盤嘛 所以剛賣完以後 還有機會可以看到更低 馬上看到更低 可是 就算你馬上看到更低 你可能也不太想買 就算跌停 跌停你會覺得 還好剛剛有跑 那我們明天再看看好了 你都一直明天再看看 然後都一直明天才是關鍵 然後你就想說 還好我剛剛先跑了 我才可以不用吃跌停 也會想說跌停跟漲停一樣 人家隔日衝為什麼要守漲停 因為守漲停了 以後隔天才有機會再賣到更高 才有機會開高 那跌停的話 明天有機會開低 這樣 你就會開始這樣想 然後就都買不回來 就算V上來了 超過你跌停的價位 你也買不太回來 因為你會覺得說那只是反彈 之後可能還會再跌更低一點 好大概是那個時候 心境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 我們大家可以來回想一下 這次台積電跌停的時候 你在想什麼 來啊對照一下 是不是在台積電跌停的 那個瞬間 你也瞬間產生了一大堆 奇怪的想法 報告一下巨人節那一天 是買跌停的台積電 我也是在盤後才看到 然後他就貼一張圖出來 然後他就買了很多跌停那個位 那個位置的差不多 然後買很多台積電 我是沒有買 我是買別的 我沒有想要買台積電 我好像還沒有講 我在崩跌那一天 我的部位長怎樣 其實我在上一集有講 因為你看上一集講完的時候 上一集是在禮拜六的時候講的 所以大概就是禮拜五那個部位 那禮拜一的時候 如果說沒有動的話 那就是跟上一集講的部位差不多 我上一集講的就是現金30% 持股70% 然後呢持股70%裡面還有蠻大的比例 是006208 然後有一些軟體股跟營建股 營建股的比例算蠻大的 可是沒有6208這麼大 好禮拜一那一天呢 他是開低走低收最低 所以如果說有要抄底的 不太容易能夠抄到最低 應該是開低走低 能夠買在那個走低就不錯了 我那天有抄底大概就是抄在那個走低 可是沒有在最低的地方抄 那一天就是多殺多啊 然後期貨跌停 我大概接近中午的時候 我就開始抄了 我就覺得說 禮拜五已經跌那麼多了 然後禮拜一還開低走低 應該可以抄了 大概就在中午的時候就開始抄底了 可是後面呢 期貨收跌停 我根本就沒有心情可以買 就沒辦法買不下去 可是呢之後看到巨人姐在買跌停的台積電 我就覺得哇 怎麼這麼chill 還有辦法跌停的時候買台積電 我是買不下去啦 但是看到他買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果然不一樣的人都做不一樣的事情 好反正就 收盤又看到巨人姐買跌停的台積電 然後呢又看到自由人 自由人晚上不是有開個直播嗎 自由人晚上開直播打給巨人姐 然後他就說 他好像喝醉了 然後他說對啦 抄台積電是對的 理由是說呢 等外資回補的話 他當然第一個想要拉的全值股就是台積電嘛 所以你抄台積電是對的 啊我是不懂啦 我當下完完全全不想買台積電 因為我覺得台積電跌到800算是蠻合理的 用今年EPS那個40來估的話啦 啊40的20倍不就800嗎 所以他其實也只是跌到一個合理價位而已 前面是很high沒有錯 但是其實800對我來講是合理價 我的理由就是這樣啊 台積電本來上去的時候 他就是焦點了 然後他就是大家在看的標股 大家就在那邊讚嘆 啊怎麼不買多一點 那他從1000多 好像1080吧 他從1000多這樣跌下來 然後到崩盤那一天殺到800多 其實我覺得真的沒有算很委屈 可能我自己是從5600那邊抱上來 然後在8900那邊開始出了 所以我根本就沒有覺得800塊有多便宜 我就沒有減了 可是回頭來看 跌停那一天買台積電真的是很漂亮 隔天就V了 就是他本來就被賣到快跌停 然後隔天他就V到快漲停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跌停抄台積電 我是說他抄台積電到底怎麼判斷的 我不知道 我那一天抄底我是抄正二 其實說真的我抄正二也算是有抄到台積電 我抄006208也算是有抄到台積電 我只是說我不知道買台積電的邏輯是什麼 不太懂 我說我那天抄底是有抄正二 其實我在崩盤前的那個禮拜五 我就已經抄正二了 我還蠻早開始抄的 所以我的正二套蠻多了 崩盤那一天 我算是被疊好疊滿 因為之前抄的都被疊好疊滿 沒關係我就是繼續抄 慢慢買 會去接的理由 大概就是我原本就這樣規劃了 從7月最高點的時候 然後人家報0050的績效 你去看 7月最高點的時候 如果你有0050的話 那個績效大概是30到40% YTD的話大概是36% 然後那些人呢 原本有36%的YTD 然後從最高點落下來 大概跌了快要19% 可是漲36% 從最高點跌19% 績效剩多少你知道嗎 不是36-19% 36-19是17% 可是如果你手上有0050的話 你大概可以知道 你手上剩下的績效不是17% 是剩下10% 從原本36%然後到剩下10% 我來講一次 那個19%是從最高點這樣往下算19% 等於是打8折的意思啦 漲36%是從原本那個低點 就是從1月初1月1號那個地方 乘以1.36上去 然後跌19%下來 其實是剩下加10% 它的位置線損益是正10 那用最高點24400 然後跌到最低點19800來算的話 等於是呢 人家指數載 本來今年可以賺36% 已經剩下10%了 這個是浪分耶 我的邏輯大概就是這樣 他們浪分了啊 而且浪分浪非常多 你本來是羨慕人家 喔今年36%績效好漂亮 然後他們只剩下10% 人家浪分浪了這麼多 浪了26%出來 所以我會覺得可以超 甚至你要去超正二 要去超6208 要去超台子旗 我都覺得是OK的 好啊剛剛講的那個是沒有槓桿的喔 他如果今天拿的是0050 這樣掉下來 是今年的YTD剩下10% 在最低點那一邊 更別提有一些是指數載 我不是指數載啦 就是有一些人他會去開槓桿 你知道嗎 或者說借錢出來 然後再槓那個00631L的 那這個浪分會浪更多 那既然他們浪分浪那麼多 我就覺得值得超底 就是基於這個想法 然後去超底的 因為跌到很划算了 所以就超底了 然後呢如果是個股的話 他的邏輯也蠻簡單的 本來在看的那一群個股 你本來在想說喔 其他人都漲了這麼多 然後呢我要去找那一種可能題材 接下來是股底要上來的 然後呢或者說你會覺得他可能 今年還沒有漲到這麼多的 本來會看這種股票 可是在跌完以後 就不看這種股票了 就去看那一種已經修正很多的 因為他題材都還在 然後只是短時間之內被跌下來 如果那個題材你OK的話 你其實是去超那一些會比較漂亮一點 而不是說去買那一種還沒漲的 大家懂我意思嗎 我那一天的 呃不是我那一天想的 是我提早想好的 就是跌下來之後 可能呢你需要買的東西 你應該關注的東西會變 會變成說跌 人家跌到那個價值幅線 你就應該去看那一群 而不是去顧你原本選好的這一群類股 就是平常都會找一些自選股 然後放著 萬一真的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就可以去想辦法看要不要抄一下 好稍微整理一下兩邊的邏輯 一個是指數的嘛 0050 0050人家已經回吐這麼多了 所以呢 你現在如果說沒有受傷很多的話 其實東西全部清一清 直接進006208 0050 人家讓分當那麼多給你了 你就從今年的YTD10%開始玩 也不錯 後面都全部躺平了也很好 所以那時候指數那一邊是這樣想的 然後呢在個股方面是因為 原本覺得貴的那些東西 原本覺得買不下手的東西 然後他因為這一波然後也殺下來了 你應該是可以去往那邊看 而不是去看你自己原本在看的那一種 還沒有漲的 之後可能會落後補漲的 或者說你在那邊猜的下一個題材 甚至可以不用猜了 你就去找那一些你原本買不起的 那些反而更值得買 好主要就是這樣 那我那個時候就是30%現金 然後有70%算是蠻安全的部位 整個來說沒有什麼修正到 剛剛有講最大回檔大概是10%而已 那那個70%的部位裡面還有一部分是投資等級的公司債 那些大概有賺了10%左右吧 沒有很多 反正投資等級公司債 一點點而已沒有很多 因為我之前有講我TLT也賣的差不多了 台股這邊就是有一點點的投資等級公司債 那目前已經賣到剩下紀念部位了 好那主要那個時候就是看要買什麼 就算不知道買什麼也要去買正二或者是6208 或者是小台 主要邏輯大概就是這樣 那如果說抄底成功 抄底成功的意思說就是已經買進去了 然後後面也沒有遇到大崩跌 除非有破底啦不然的話抄底以後就會把它爆好了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想的 這一次抄底如果有買夠的話 搞不好今年下半年全部都可以躺好躺平了 就等指數來拉我就可以了 反正原本的績效都還在嘛 後面靠大盤carry就可以 感覺也是蠻舒服的 有聽懂意思齁 等於是這大半年 我的績效其實只有吐出去一點點而已 可是人家大盤回了20% 我只要加入大盤就等於是吃人家豆腐吃很多了 那就可以安心抄底了 好主要是這樣解釋完畢 然後抄底大概找的股票類型我好像沒有講 我抄底的類型主要是找那一種 還沒有崩盤以前就已經有修正過的 比如說聯發科嘛 還沒有崩盤以前就已經有先修正過的 那我本來就準備要等便宜來買的 但是我還沒有買 還沒有找到一個契機 還沒有找到一個衝動 所以沒有買 還沒有買就算了 可是崩盤那一天它既然跟著一起崩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種我想要買的東西了 可是我在買之前呢 除了這種以外我前提是還要先塞掉一些我不想買的族群 比如說我就塞掉船產的 大部分船產我都會塞掉 然後航運塞掉 塑化塞掉 然後生技也不要 主要是這種 然後老AI我也不要 偽創廣達那一群我不要 雖然說他們業績開出來 那個什麼數字開出來很漂亮 可是那群我不要 那營收不好的也不要 我記得在崩碟那一段時間 或者是崩碟以前吧 我忘記是哪一天了 反正就有去篩選那一種七月營收的股票 然後篩出來之後把我有興趣的把它抓出來 然後弄一個清單 有那個清單在啦 那我就大概就知道說我想要抄底哪一些 要抄資材要抄自己喜歡的啦 我知道啦我知道說之後漲回來 那些老AI的也有長回來嘛 然後也蠻多隻都有長回來 可是老AI那一群我不要 反正我就是不要啦 AIPC那一群我也不要 我直接講抄底哪幾隻好了啦 有抄底的就是聯發科 瑞育 然後致意 穩茂 東科 群聯 我大概就是抄這些 有幾隻它是崩碟的隔天 馬上就反彈了 比如說聯發科 是不是崩碟之後馬上就反彈了 這種的話可能就 那可能就稍微賣一點 有幾隻呢 是其實到這個禮拜才開始拉 可是現在回頭看抄底的這些 他們都有10%以上 那都還蠻不錯的 主要邏輯就是我要買那一種 人家明明就可以不用賣 已經跌過 然後他已經不用賣了 可是他在那一天又不得不賣的東西 有點像我2020年講的那一種 15% 我本來已經抗15%的跌了 已經跌夠多了 我應該可以抱著 可是他在抗15%的過程裡面 又遇到跌個5-6% 甚至跌到跌停 本來就可以跌到不用賣了 因為賣了也沒意思了 可是那一天他們又不得不賣的東西 這就是我想要抄的東西 那你看什麼東西明明就可以不用賣 可是崩跌的時候又不得不賣 通常這兩種東西 他已經說好 已經跌一段了 通常這兩種東西就叫做 賣了也沒有什麼意思 那賣了也沒有什麼意思的股票 竟然還跟著一起崩 我就撿這種 然後台子期跟正二也是 反正就是大概算一下 對這個好像剛剛沒有講 大概要算一下 為什麼期貨他需要跌到跌停 為什麼要跌到這麼多 我們用小台來算一下好了 假設兩萬兩千點來算 小台一點是50塊 那一口小台他約當部位大概是110萬 那你今天如果開一口小台 等於就是拿了110萬的指數部位了 可是你們大家開小台都是用多少錢 你開小台你一口你會放110萬嗎 正常人都不會放這麼多 你能夠放30萬以上 我都覺得你已經很保守了 我聽到很多都是用10萬塊 再做一口小台的 我舉例一下 用10萬塊做一口小台 剛剛講了 一口小台用兩萬兩千點來算的話 他約當部位是110萬的指數部位 那如果說你用10萬塊去開一口小台的話 你其實就是11倍的槓桿 那11倍的槓桿你是扛不住10%的跌幅的 小台要跌10萬不難 崩盤那個時候還蠻簡單的 只要1000點就可以跌到你5萬塊 2000點就可以把你的保證金全部吃光光 其實也不用到2000點 他只要崩跌個1000多點 就快要達到你的維持保證金了 所以對那些保證金放很少的人來講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 你只放10萬塊去做一口小台 保證金放很少的人來講 跌點太大的時候真的不得不砍 你不砍人家會幫你砍 那這個時候就可能會有便宜的可以減 因為有那種停損平倉的需求 那這時候就可以去減濕 好以上這些大概就是崩盤那一天 我大概在想什麼 瞬間出現1000多點 1500點以上 那是不是可以去減一下 你既然沒有被殺到的話 就可以去減一下 我大概崩盤那一天 大家就在想這些 可能在高手的眼裡 還有更厲害的做法 我這個就只是現醜現醜 總之我就是跟你講 我抄底的時候 我就是抱持這些想法 然後我有先提早想好 那一天我就是這樣執行 如果沒有抱持這個想法 如果沒有那些邏輯 我應該就不敢買了 我真的會不敢 然後我應該也沒有辦法 在當下瞬間想到這一些 還好我有先想好 好那小台我最低 大概是買在19500 然後我最高的那個 大概是買在21200 這區間還蠻大的 這區間有快700點 也沒有買到最低 我是最低的那一口 是買在19500 台股在這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就差不多滿血了 我也不是說超到了以後 然後就這個禮拜五 才把它賣掉還是做調整 沒有 我可能每天都會稍微調一下 每天稍微調一下 漲多調一下 有稍微跌 沒什麼跌 它其實沒什麼跌 反正我就調一下 大概就在這個禮拜五 差不多滿血了 如果我今天什麼都沒有調 我就在那邊呆呆的 然後抄底完之後 就一直抱著 我應該這個禮拜一開始 就會滿血了 但是我是慢慢滿血 到現在 禮拜五我才滿血 滿血的意思呢 就是回到七月中那個時候了 大概在快要到 兩萬四左右那個地方 我的滿血大概是到那邊 那我台股是做的比較好 美股的話還沒有回來 剛剛有講 美股最多我吃到15%的回檔 現在大概還要7%左右 我才有辦法回前高 所以我美股目前還差7% 我抄底的部分沒有做好 因為它其實跌的不多 你在看台股這邊很危險 很恐怖的時候 你去看美股 你去看那個VOO 其實跌不到10% 我記得是這樣 我記得有一天我就在看 哇台股已經跌那麼多了 然後那個誰啊 S&P500才跌5%左右而已 那其實我就沒有看到 什麼很恐怖的崩跌 應該說不夠恐怖 有啦有看到大跌 可是真的不夠恐怖 所以我抄底沒有做到很好 我就只有買到SOXX 就是費半 然後跟博通 美光 然後還有META 啊這些有抄底的 漲最多的是美光 美光大概有回了 也不是回 我那時候沒有美光 然後我抄底美光 最多最多就是它漲了20% 如果今天買的是像我來講 去抄那種 好你就抄那種槓桿的ETF 可能會賺更多 我這樣看起來 如果今天抄到最下面這樣上來 應該有30% 可是沒有我沒有做那個 我買的是一倍的 然後這樣上來 我現金還是很多 40% 40%左右的現金喔 然後有抄底 還是有40% 就是還是現金很多啦 所以這樣上來 沒有回寫到多少 回寫沒成功 還差7%才會回完 好我自己的覆盤 大概就講到這一邊 給大家參考參考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很滿意啦 因為還是有一點點荒 好可是跟以前比起來 我覺得算是有長大的 雖然說沒有什麼華麗的抄底 真的一點都不華麗 超級無聊的 沒有華麗 然後也沒有到什麼 馬上反彈就馬上創新高 如果說像巨人節那樣 在台積電跌停的時候 去抄一大堆的話 那應該還蠻快 就有機會可以創新高 當然前提是我也不知道 它下來的時候有虧多少 不知道啊 這一波應該蠻震撼的 震撼教育 但是對我自己來講 我回頭看算是還蠻滿意的啦 至少比2020年那個時候的我比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差太多了 一部分也是要歸功於 他真的下殺很快 然後反彈也很快 沒有什麼 沒有打什麼第二隻腳 第三隻腳 然後也沒有在那邊ABC波 這樣慢慢走 不然的話 要回血應該沒那麼簡單 但應該是因為他V很快的關係 我才有機會回血回回來 總之我是覺得 看書有用啊 我不知道大家在這一次崩蝶做的怎麼樣 但是我相信你們應該也聽這個節目 多多少少有用吧 因為我自己就是因為錄節目的關係 有些東西有派上用場 比如說什麼東西派上用場呢 像我就知道了崩盤這種東西 你不是去閃它 而是調好部位以後去扛它 可能不一樣的書有不一樣的做法 但是我自己總結下來 應該是要這樣做啦 就是你調整好部位以後 你去預防 然後調整好部位去扛 拿著你的部位然後去扛 只要你扛的時候沒有受到很大的傷害 就像人家一拳打過來打的是打在你的手臂上 而不是打在懶叫上 你這樣的話去扛這個傷害就沒有這麼痛 也像愛爾登法環啊 你不一定要去躲它嘛 你可以把盾舉起來啊 啊雖然說會損害到一點點血 但是因為你有舉盾的關係嘛 所以扛一下是OK的 那我上一集有講過嘛 你就是假設有這個可能 然後隨時都不要覺得不可能發生 你就是一直要有假設這個可能 它可能性高可能性低都不一定 反正就是有機會會發生 然後我們去扛那個傷害 為什麼一定要扛 原因是因為呢 你看那種單日最大漲幅 那種上漲大幅度上漲 都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通常可能會出現在崩跌以後的那個反彈 你會看到最大漲點 如果你躲掉那個崩 你可能就會躲掉那個漲 因為他們可能是相伴發生的 大跌之後馬上大漲 那人家看起來可能就最後幾乎等於是沒事 可是如果你特別去躲這一根 然後你又沒有把它 好好的把它抄回來的話 你去躲這一根也要抄底喔 你沒有抄到底也沒有意義喔 不然你躲掉了啊馬上躺回來的話 你也跟那些沒下車的人差不多 所以你要躲你要接 你要扛你也要接 全躲全接比較困難 因為你也很難短時間之內 把自己的部位變成說 從零部位 然後變成80%的部位 那個太衝動了啦 所以你今天真的完全閃避 你也很難去把它大部分都接回來 總之就是要跟你說 你特別去躲 然後跟沒有躲 如果之後疊完馬上反彈回來 其實兩個是一樣的意思 你會跟那些沒下車的人差不多 人家是跌到這一根 然後也吃回來這一根 你是躲掉一根 如果說你沒有接到長回來那一根的話 你也等於沒有躲 躲掉跌也躲掉長 所以說不用全部躲啦 不要死就好了 人家在死的時候你沒有死 然後你還有錢可以撿屍 這樣就很補了 我的總結是這樣 然後我記得在崩盤那幾天 看到的新聞好像也跟當年差不多 你在崩盤那幾天看到的新聞 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事 其實也有一點點好事 就是有人會跟你說 這個崩碟就是什麼 終期回檔啊 正常啊 可是現在基本面都還算是良好啊 你讓它崩一崩之後 我相信之後還是會回來的啊 大家其實是偏樂觀去看待這個崩碟的 但是呢 技術上面還是會有一些喇叭嘴 那到底是什麼喇叭嘴 我相信那段時間你自己也看了非常多 比如說什麼第二隻腳啊 這個之後可能還會再去下探一萬兩千點啊 是一萬兩千點 不是一萬五千點一萬七千點 都有人講啊 反正就是呢 你在崩盤那幾天看到的新聞 大部分其實是沒有什麼好事的 就算它今天是偏樂觀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事 而且對我來講啊 那些很多是聽過早就知道的事情 如果平常有在看的話你就不會怕 我意思是說 如果是崩碟了以後 今天為什麼會跌的人 他可能會嚇死 因為你看那幾天崩盤那幾天看到的新聞幾乎沒有什麼好事 但是他其實都是聽過的事情 你如果平常有在看都不太會怕 如果說你是崩完了以後 你平常都沒有什麼在關心 然後看到崩跌之後才去搜尋說為什麼跌 你會找到超多理由 你可能會嚇死 比如說日圓啊 你平常沒在關心 然後你就突然看到說 哇日圓要漲那麼多耶 那個日本熔斷耶 巴菲特賣美國銀行耶 然後又賣一半的那個賣蘋果的股票耶 賣一半耶 手上拿一大堆現金耶 有史以來拿現金拿最多一次耶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史以來 反正你看那張表 拿超多現金的啦 然後呢 我跟你講外資取貨空單超多耶 這樣很危險耶 失業率翹起來耶 什麼規則耶 後面有可能會衰退耶 現在在交易這個耶 然後以色列那邊又要打起來 如果你平常都沒有在看 然後是看到跌的時候 然後才在那邊找新聞的人 你一定會覺得 哇原來這個崩盤 早就有前兆了 只是我沒有看 啊你如果你平常都有在看的話 你就知道 一直都有這些東西 一直都有這些雜音 只是呢 崩盤了以後 全部都合理的起來 就這樣而已 平常有在關注的人 就會覺得 哇這個之前早就知道了啦 啊你之前不反應 那現在才在那邊當地空反應 那些錯誤喔 對吧差很多耶 你平常不看 然後崩盤在那邊找一堆為什麼 那可能 那天 或者是隔天 你就砍了 不管隔天你是繼續跌 還是隔天之後彈上來 隔天繼續跌 你就會覺得 趕快走趕快走 之後還會再跌 啊彈上來你就會說 喔人道走廊 趕快走趕快走 昨天跌那麼低我沒有跑 啊現在彈上來了給我跑 我為什麼不跑 我為什麼不跑 那 可能當天你就會砍一砍了啦 看完這些新聞之後你就砍了 呢 枉費你無腦躺平抱了大半年 結果被人家撿走 好 我前面這一段大概就 復盤到這裡啦 啊最後呢跟大家分享兩篇貼文的內容 我覺得大概在這段大碟的時候呢 我看到的 跟這一集比較有關的 然後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就這兩篇貼文 然後講完之後結束今天這一集 這個是在Threads上面看到 有一個叫做Jim的大大 我朋友說他這個叫張真人 然後我覺得他之前看他分享的東西 然後整個就覺得他很猛 他在8月7號跟8月16號那這兩天呢 各發表了一篇貼文 很適合幫我們這一集的崩盤檢討 我們要做一個總結 然後呢大家也可以一起對照一下 啊其實講真的 我也不知道我崩盤這樣處理算不算是對的 可能我錯的很離譜 可能我只是僥倖逃過這一集 我真的不知道啊 但我自己是還蠻滿意的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大是怎麼看的 好這位Jim大大呢他在8月7號那一天 崩盤禮拜一是8月5號 然後禮拜二是8月6號 那8月7號就禮拜三嘛 然後這個算是一個小檢討啦 他8月7號就講的這一篇 他說我原文講一下 他說 很多人以為這週五跟週一的崩盤 是因為殺掉那些槓桿開太大的投資人 其實不是 槓桿開太大的投資人 早在崩盤前的跌幅就已經被殺爆了 禮拜五跟禮拜一並沒有賠到 週五跟週一殺的是那些正常槓桿 還有那些有紀律的投資人 他先講正常槓桿 他是說正常槓桿的人 因為加權指數出現這麼大的波動 那通常個股的波動呢還會比指數再更大 那如果說正常槓桿 而且進場成本不夠好的人 或者說融資呢被跌到斷頭 那這些正常槓桿的人呢也會被斷 這是週五跟週一 因為週五跟週一的跌點是最大的 然後呢再講有紀律的波斷持股投資人 波斷的喔不是說長線的喔 有紀律的波斷持股投資人 他覺得有紀律很好 但是呢還是有機會賠到 那賠到這個是該賠的喔 你會去賠你該賠的東西 這種盤本來就是殺這種人 像我應該也是喔 這種盤本來就是殺這一類型的人 那你只要活著呢都還有下一次 那他是覺得這種行情最有利 就是靠波動程度吃飯的交易類型 那我就不是 他講的是這個 那我覺得這一篇非常有意思 禮拜五跟禮拜一殺的 不是大家以為的那一種槓桿開太大的人 也不是大家以為的那一種融資要被殺出來 要被擠出資 我都這樣想 但是其實不是 你槓桿真的開很大的話 不用到禮拜五 早就出事了 從兩萬四千多然後跌到兩萬二 蠻大了夠大了 可能就走了 槓桿開太大的人 反而呢不會吃到 這麼多的跌的幅度 比如說這個人他開了10倍槓桿 他最多就只會在跌10%的時候 他就出事了 後面那些可能沒有他的事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反而你沒有開槓桿 你會吃到整個大跌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個意思 我舉個例好了 比如說你今天在兩萬三的時候 你買了選擇權 然後你買的那個 那個履月價格是在兩萬三左右 那當然跌到兩萬二兩萬一的時候 你早就歸零了 你的跌是有限的 所以你槓桿很大的時候 你買選擇權 你的跌是有限的 你買在兩萬三那邊 跌到兩萬二兩萬一 你就已經幾乎不太可能會回來了 所以你的選擇權早就歸零了 因為你槓桿很大 所以你的本金早就沒了 如果說你今天是拿著一口小台 你從兩萬三那邊拿著一口小台 你就會吃了三四千點 越正常槓桿 你吃越多 因為你沒有機會被掃地出局 所以你會吃最大的跌點 他主要的意思大概是這個 我就是沒有想到這一個 你看最大跌點在禮拜一 禮拜五的時候也跌很多 但是我是說禮拜一之前 那禮拜五他其實也跌很多 但是跟禮拜一比起來還算還好 禮拜一跌完以後 我們那時候有個說法 就是以為禮拜三會看到斷頭草 因為你禮拜一斷頭 你如果不補錢的話 禮拜三會被強制砍仓 結果也沒看到 所以人家可能在斷頭以前 就已經先在禮拜一跟禮拜二先自行了斷了 果然有講 禮拜三我們以為可以低階 可是抱歉沒有看到 然後在崩跌以前 大盤早就已經先跌過兩千點了 人家猛然的看法是說 槓桿開太大的人 早就在大崩跌以前就死光了 這兩天是在殺正常槓桿的人 有紀律的投資人 我本來是沒有這樣想過 但是看他這樣講覺得很有道理 因為我的部位說真的在禮拜五以前 那所有講就是自然而然就已經調到一個 很奇怪就是不太怕跌的部位了 那就是像他講的這樣 我的部位在禮拜五以前就已經變得很乾淨了 超級乾淨超級抗跌了 至少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反正我就拿這樣 要跌多少隨便你 我就是這樣的概念 等一下我要強調一下 這一邊講的禮拜五是講八月二號 禮拜一是講八月五號 那些很能扛的 沒有什麼槓的 剛好就在這兩天被擠出來 如果有被擠出來的 後面等著你的就是很難買回來 我這邊也要承認一下 禮拜一跟禮拜二我都有被擠出來一點點 擠出來的意思是說我換股 就把那個真的不得不砍的 我就砍了 然後我就換到新的東西 換什麼剛剛已經講了 其實細節沒有到很重要 總之我覺得他講的算是蠻有道理的 這幾天 主殺的就是這些比較有紀律的人 然後耐收度比較高的投資人 因為這兩天 你為什麼留在場內呢 你可能就是覺得說 他還沒破線啊 還正常啊 這兩天為什麼會殺到這些人 因為很多資深都直接破了 破了就算了還醜得要死 甚至有一些 你可能在禮拜五的時候會覺得說 這個族群相對抗跌 是避風港 也沒了 那天真的是跌到連避風港都沒有 全部都給你殺爛 殺爛了 破線了 達到停頌點了 你要不要砍 就問你要不要砍嗎 走勢真的爛道太誇張 其實還是要砍 像我有一隻持股 從七月初他就開始一路跌 應該是七月初還是八月 忘了反正我記得他一路跌 然後呢他就跌跌 跌10%我減碼了 然後跌15%我就再砍一半 跌到20%再砍 砍到最後剩下一層的持股 大概就五張的話 那就會剩下五百股 反正就砍到剩下一層持股了 你知道他最後竟然給我跌到四十幾% 我這輩子可能都不一定會回本 然後跌到四十幾%就算了 崩跌那一天他竟然還給我跌停 那當然這種東西就沒有什麼好扛了 要留一點點做紀念是可以的 都已經這麼少了 反正就當作是我有砍的 我只要講說該砍還是要砍 好 然後呢 剛剛那篇貼文結束嘛 就是他是說 主要呢 就是殺這一些正常槓桿的人 然後殺這些有紀律的波段持股投資人 然後就有人問這個大大 然後問他一個還不錯的問題 問他說 為什麼他會覺得8月5號的最大跌點 是專門殺這些人呢 為什麼一定要殺這些人呢 好 那這個大大另外一篇貼文是講說 他說 從紀律交易者的角度 大部分的人是做多的 然後呢 當時指數回檔已經接近20%了 比較活潑一點的股票 他回檔個35% 回檔個40% 都算是很正常的 那這時候只要這個人 有稍微帶一點點槓桿 甚至是那些不帶槓桿的投資人 都會面臨生死決策 像我剛剛講的 我那一支股票最大最大給我跌到40% 然後他說 假設這個投資人呢 認為大盤可能只有15%會再跌 然後有85%會反彈 那他就會面臨兩個選擇 如果他覺得會再跌 他就要停損 就把他砍了 然後要活著 活著相信自己是一個有能力的投資者 靠半年或一年的時間 就有機會可以滿血活過來 雖然說砍在最低點很悶 但是呢 15%的破產機會 他是說15%還有機會再跌嘛 他繼續跌下去會很不舒服 所以呢 15%的這個破產機會 會造成不可回復的狀態 不值得 因為機率低 然後就跟他拼 這個是15%再跌的狀況 另外呢 你就是選那個85%反彈的機會 就是你就撐著 覺得說我不會這麼衰啦 我不會遇到這個15%啦 你就硬扛 那他提出這兩個選項給投資人了 他說這兩個選項他很肯定 不要去賭那個15%可能再繼續跌 選一的人才是職業投資者的選擇 除非啦 除非你拼完這一把之後 你就想要收工退休 不然這個15%的機率他也是不賭的 賭太多次就會有一次呢 會中槍破產 然後這個Jim哥是覺得呢 如果 你前面損益的波動沒有衡量準 然後不得已要在8月5號 砍在阿呆鼓 他覺得這個也是正確的做法 正確就是正確 你既然是正確的 你就不用因為事後V上來 事後反彈 然後就覺得自己錯了 因為你是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情 從策略上的角度來看 你的紀律就是一種策略 雖然呢 很多人撐過之後又彈回來 然後覺得說 那一定會彈一定會彈 他只能說 不是這樣看的 你能夠知道未來 那你很棒 這是一種酸啊 主要就在酸說呢 像我們這種 有回血成功的 你們就是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我被酸到了 反正 不知道欸 他意思就是在安慰那些 你砍了之後 然後沒有接回來的人 就是說你其實是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然後不要因為事後反彈 就覺得自己錯了 不要因為這個V轉 你就去折磨你自己 如果說你因為這個V轉 然後以後所有的價格下跌 你都硬接 拼命的接 很有可能呢 總有一次你會被帶走 一波帶走 然後就破產了 一次中槍破產 破產就負債了 那接多少 接怎樣才叫多 那其實都不一定啦 就看你自己部位上面 是用多少%去接啦 你看像巨人姐接這麼多 我也不知道 那到底算是他的多多欸 像搞不好我接10% 對有些人來講是很多 啊我搞不好我接100% 對有些大哥來講 那根本就只是零頭 很難說啦 看你自己的承受度有多高啦 那我再老實承認一件事情 真的老實講喔 我其實在24,000的時候 就已經抄底過一次了 你現在聽起來有沒有覺得很好笑 24,000就抄底了 我那時候就看說24,400嘛 然後疊下來到24,000 欸也修正400點了啊 幹我24,000我就抄底過一次 我沒有好笑喔 你沒有聽錯喔 我24,000抄底喔 好我大概就是在23,000 23950那邊啊 然後呢我就抄底嘛 幹講起來超白癡 然後23,950那邊抄底 那個抄底的那個我就停損在23,000 大概虧了快要1000點 900多 快要1000點 啊停損了以後我就不動了 啊停損完以後 他繼續給我跌破23,000 我停損完以後要買回來 我要怎麼做呢 我就是停損以後 他跌哪邊我都不要管 那是下一局的事情 啊我這一局呢 如果要反悔 我要怎麼做 他再給我漲回來 然後再比我停損點 再高一點點 我有機會再買回來 有機會 可是如果沒有高的話 我就不買了 反正我就虧了快要1000點啊 然後之後你就看到 他就是一直跌破 23,000啊 22,000啊 21,000 我都沒動 我期貨那邊 因為停損的關係 我就全部都空手 因為有那個停損快要1000點 然後我就躲掉了後面那些全部 你知道跌到21,000以下 我才開始比較積極再去找買點 因為我停損了1000點 然後他往下再跌2000點 我會覺得可以了 我停損大概在23,000的地方嘛 跌到21,000 我就開始積極找買點了 可是他其實最低最低 還是給我殺到19,000那邊 甚至我在夜盤 還有看到19,000以下的 如果23,000那邊 我沒有停損的話 我這種槓桿很低的 我最多可能會吃到4,000點的虧損 那以這個最多4,000點來說的話 我扛1000點有很多嗎 後面還有4,000耶 我當時停損 我哪知道後面還有4,000點可以跌啊 我也不知道啊 然後現在V起來到這一邊 如果要下去的話 其實從這一邊再跌下去到19,000 也還有3000多點 你要扛嗎 那人家不扛是有理由的啊 你要扛嗎 除非是那種你真的確定你要抱很久的 不然真的要扛住也不容易 我要說的就是呢 因為那個時候我有停損 然後停損完沒有急著打回來 我才有機會接到2萬塊以下 剛剛講的最低有接到19,500 那目前就是覺得呢 這一批拿來無限轉倉 當成0050來拿也是很讚的 好啦那大概講完了啦 感覺這一集好像是我在炫耀各種 神閃避啊神抄底 沒有喔 我都跟你講真的喔 真的沒有 我如果真的有神抄底的話 我可能上個禮拜五我就滿寫了 我也不會到這個禮拜才滿寫 這禮拜五我才滿寫 真的有做到神閃避的話 我就不會在2萬4那一邊 然後抄底被殺一千點 我做不到啊 雖然說晚了一個禮拜才會寫 可是也算是蠻成功的啦 然後呢這個秘訣其實就是 我本來就打算拿這麼多 所以才拿得住 如果不是本來就打算拿那麼多 而且是那種 預計抄底之後拿短線的 一定拿不到這個V全部喔 啊我其實說真的也有在等第二隻腳 但是你看喔 目前看來好像沒有辦法這麼幸福 第二隻腳有點太夢幻了啦 真的給你第二隻腳 你也不一定會上車啦 有下來我會上啊 可是呢真的給我第二隻腳 我可能我說現在喔 現在再下去然後第二隻腳 我會怕喔 怕什麼 大概就跌到1萬9那邊 我才開始會比較敢摸摸看 不然的話 這個第二隻腳也不太好上車啦 對不對 因為V上來是半信半疑的嘛 那殺下去呢 殺下去就會一堆人在那邊講說 喔你看 少年古神秋屁喔 反正就這樣 我只是說 第二隻腳不太好 不太好的原因是因為 直接V轉上來 對大家的信心回復比較有幫助 如果上來一點點就下去打一個W底 這個W底不一定會成功 可能會破底 可能會做頭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你同不同意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看有人說 這個下跌是A波 像我昨天看到李宥年老師在講說 這個下跌是A波 他是說 從2萬4殺到1萬9 這個是A波 可是我也有看到這個是C波啊 有人說殺下來到2萬3 是2萬3嗎 對 反正就下來然後在那邊平平的 然後再往下殺嘛 他說這個平平的就算是B 好 那往下殺這個是C 那C波跌完了 接下來呢 是新的一輪了 然後也有看到人家貼了一張散戶圖說 欸跟這個走勢好像喔 什麼的 好啦反正不知道啦 搞不好下個禮拜我又沒有滿血了啦 沒有辦法像現在這麼秋了啦 也不一定啦 可是單就目前來看 算是做的還算蠻不錯的 今天大概就是用一集的時間跟大家分享 這一段過程裡面我在想什麼 然後呢 你看要不要拿去對照一下 當下你在想什麼 下一次再遇到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做什麼 然後呢 我們大概可以去參考一些什麼 我平常就是這個樣子啦 晚上的時候我會有很多內心戲 然後我會先想幾個可能的劇本跟做法 那不一定會寫下來 通常會 那可是都是一些簡單的代號什麼的 簡單標註一下而已 那隔天呢 我大概就是照這個劇本去演 那盡量不要跟 盡量不要去當天臨時決定要怎麼做 經驗上啦 那些臨時起義的大動作 好像下場都沒有太好 好講完了 那你呢 各位聽眾你那幾天崩跌的時候都在幹嘛 有機會的話可以來我們群組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有興趣 有什麼問題的話歡迎大家留言 我們下禮拜就再繼續加油啦 近期比較大的事件應該是不多了啦 大概就下個禮拜有什麼 Jackson Hall 可是這個好像還好 大概也都知道他講什麼了 不管他怎麼講啊 反正你也看不太懂嘛 除了Jackson Hall以外 還有8月28回答財報 然後回答財報之後就是9月19號 利率決策會議 大概就是這些大事而已 如果說你今天不會看的話 其實也沒有關係 我是說你看不太懂 那個東西開出來到底是要怎樣 不會看真的沒有關係 至少你可以大概知道這種大事情 他時間點發生在什麼時候 你可以預期到這個地方會有波動 那你就可以去調整好你的部位 然後看不管怎麼樣 長的你要有 然後跌的你就扛 比如說揮答財報啊 你就可以等揮答財報以後 觀察大家的反應是怎樣 這樣就好了啦 不用第一時間決定 也不一定要在事前決定 也不用第一時間看 你可以先觀察大家的反應是怎麼樣 然後再去解讀這個財報如何 因為你當下看到那個好 不一定是好 有時候呢是大家覺得好 才是好 然後還有還有還沒講完 不要一直去等這種事情 什麼事情 比如說iPhone16還沒出 你就在那邊等iPhone16嘛 然後iPhone16出了 我等17 等18 你直接等20好了 我只要說不要一直等這種事情 因為他每個禮拜或者說 每個每半個月幾乎都有這種東西可以看 比如說那個初領事業救濟金 那個常常都有啦 你不要一直等這種東西啦 不然的話你真的沒完沒了啦 想要買股票隨時都可以買 不要像我朋友那樣 靠北等等檔 是不是要等一下CPI 等一下FOMC 等初領事業救濟金 然後等傑克森凍 幹你是會看喔 你是看得懂喔 等三小啊 不要買趕快買 不要買趕快滾 喔OK 今天這一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如果說你想要在節目前面 然後你的留言被唸出來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我們的斗內連結 贊助鼠王看醫生 感謝大家收聽 今天這一集就這樣 掰掰 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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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